鍵線變動率都被算出來了耶 倫倫和達魯還蠻強的嘛 超強的中二生耶 中二病患者 超強中二病患者 離這裡有0.081609 我們就是要到這個 這一條世界線是不是 就是 其實要到1點 反正就是我們現在1點13多嘛對不對 再加上去是不是 那是史萊茲蓋 史萊茲蓋 那是史萊茲蓋的 那是史萊茲蓋的 那是史萊茲的救出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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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是史萊茲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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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法世界線上 那個 那個什麼 欸 瑪尤里一定會死 在Beta世界線上 紅利七一定會死 所以我們就要在這個的間隙 就是他剛剛講的那一條世界線 就是那一條世界線上 既不會有紅利七之死 也不會有瑪尤里之死 所以就不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就不會有西倫統治世界的未來 就是要這一條世界線 超強中二 為什麼 是史萊茲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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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是史萊茲蓋的 但 但 是史萊茲蓋 是史萊茲蓋的 是史萊茲蓋的 那是史萊茲蓋的 是史萊茲蓋的 紅利七是不是有那個 什麼 它以前在西倫 就是在阿法世界線的時候 它被稱為那個 那個叫什麼 喔 時光機之母 那現在呢 他已經死掉了啊 不可能成為時光機之母啊 那時光機是誰創造出來的 不是達魯嗎 達魯是時光機之父嗎 那為什麼要說要救紅利奇 不知道 達魯到底墊了什麼計畫啊 原本是填菇姐姐的模式 可是 如果是是在地上計畫都是我 我覺得這樣沒有意義 你怎麼似乎好力啊 他這麼對著我來支持的事嗎 填菇姐姐的企業會的十年前 現在 15年後 什麼死掉了 15年後就死了耶 現在輪胎郎大概20歲 算20歲好不好 35歲就死了耶 好快哦 沒有活幾歲耶 35歲就死了 這個結局跟阿法世界線一樣 什麼 達魯一個人開發的時光機耶 這麼強哦 達魯好強哦 不愧是Super Haka 我想他應該是先研究了時光機的過程受到挫折 然後入侵Siren竊取了各種資料 一定是參考那裡的資料才有辦法一個人製造出時光機的 在阿法世界線中 達魯是被Siren殺死 以至於時光機沒有完成 但是在這個世界線 達魯是活著的 而且時光機 有完全製作完成 所以能夠往未來的方向跳躍 是這樣子嗎 達魯 你太了不起了 你太神了 比起中二病的患者 你根本就是 宅男界的霸主 有沒有 宅男的霸主 不但有這麼漂亮的女兒 有沒有 還可以製造出時光機耶 這不是宅男界的霸主 是什麼 讓我對你智商最崇高的敬意 你實在太厲害了 有的不知道怎麼樣的未來等著我 那些我都沒有興趣 這些我都沒有興趣 我不管你以後要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還是變成什麼敵托邦 我都沒有興趣 我現在有興趣的只有讓 那個 麻優里和紅利奇 都活著 就這樣而已 這些都不是重要 這些都不重要 未來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 沒有人到過世界 所以那條世界線上 是完全未知的未來 有的什麼都不重要 也不會有人會死 這樣就夠了 只要聽到這句話就夠了 是 真是的 我還不是在2036年 不一定 我已經在2036年 而且我已經在2036年 不一定 如果是 可是 如果這樣的未來 這麼不確定 我們有必要去追求他嗎 噢 倫泰郎 你這樣講不對了 未來 就是因為不確定 才值得我們去追求 懂不懂 如果未來都已經確定了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都已經決定好了 那就沒有活下去的意義啦 就不需要追求啦 都已經決定了有什麼好追求 就是不確定 才有資格去追求 我可不想拼命努力的成果 抵達到更是更痛苦的未來啊 根本 根本不可能救出紅綠漆的啊 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這樣否定自己 即使時空跳躍改變過去 一切都還是會收斂的 我已經提升體驗過 試到不想再試了 那是因為我們一直在阿法世界線 一直在那邊跳啊跳跳跳跳跳跳 一直看著那個什麼 馬尤里之死 所以我們不想再重演馬尤里之死 在紅綠漆身上 不過他既然都已經確定了那條世界線 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努力一下啦 倫太郎 絕對不可能 那種計畫不可能成功的 欸 這個計畫是你未來的自己制定的欸 不去嘗試一下嗎 自己的計畫自己來實行啊 即使掙扎也只會被這個世界愚弄而已 即使掙扎也只會被這個世界愚弄而已 如果你還願意試的話 我們講什麼也沒有用啦 原本的自己都已經看到我們自己去過7月28號啦 7月28號的時候我們就看過這台磁光機了 所以講什麼都一定會去嘛 從剛剛一笑也不笑冷酷的淋雨 對我伸出了手 他的手不算太漂亮 可能是都沒在保養皮膚有點粗糙 這手握著 仔細想想 淋雨是從已經死去57億人的人 第三次世界大戰後 荒廢的世界來到這 皮膚會變成這樣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可以拯救紅利七 我想救他 我是多麼渴望的想要救他 我一直在想 如果真有辦法 我願意不洗任何手段 我願意不洗任何手段 但是總覺得 這是惡魔射下的陷阱 那呢 瑪勇士是現在的話 沈噴噴噴 那呢 瑪勇里 為什麼瑪勇里講話的時候 BGM變了 有音樂欸 這就是主題曲啊 有音樂欸 這就是主題曲啊 這個 這個音樂就是叫我趕快去 趕快去實況機上面 有沒有 在催促著我 趕快上去 達魯 瑪勇里跟達魯都在替我打氣加油 可是我還是無法下定決心 可是我還是無法下定決心 跟我們一起度過那段時間 Nabonem 編號004 木賴紅利七 已經不在了 即使我真的能救到他 這個紅利七 跟我們是沒有共同回憶的啊 所以是沒有用的 跟我們有共同回憶的紅利七 已經死了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即便沒有回憶 回憶有在我的心中啊 不可以再擅自改變 時空了 我不是神 我沒有這樣的權利 亂來的話 只會遭到報應的 我的理性阻止了我 鱗魚的手還在我的眼前 我...我... 把他的手 帶著半放棄的心情 握了下去 要...要嘗試了 要來了 好了齁 反正我不管怎麼抵抗 7月28日 那一天 我目擊到眼前的 這台時光機的那一瞬間 這個選擇 早就已經是成立過的 不管我的意象如何 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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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運會收斂 會握下你的手的結果 我並沒有自信能夠救到紅利七 你們這些人 到底不知... 到底知不知道我已經嘗試 違抗命運多少次了 我才不想看到紅利七死去的那一瞬間 可是... 還是不得不去啊 只能相信 能夠救到紅利七的可能性的存在了 雖然... 可能救了也沒有用 可是還是想救他 我只能去了 有時候 我們走吧 一起... 一起去哦 我們走吧 阿卡琳叔叔 那... 乘坐 我們要走了 我們出發了 可以打兩個人嗎 當然 我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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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當然 所以說 當然 達魯真的好強喔 還可以做兩個人耶 你現在就不要掙扎了 你就是他的 救他的兜桑 救他的爸爸 我一定要回來喔 去一下過去而已 為了讓麻油裡放心 我拍拍他的手背 我被淋雨牽引著 走到了人工衛星的時光機內部 開始了 我們要活在過去了 裡面還蠻窄的 在圓桶狀的機械內部 跟淋雨對坐著 像是遊樂園的旋轉咖啡杯 也有點像是摩天輪的座位 圓桶狀的空間 地板部分 在外圈部分 有一個高低差 適合拿來當作座位 按鈕的東西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少很多 在阿法世界線的時候 我也有看過淋雨時光機的內部 不過這台的設計 似乎比那台還要精簡多 而且更強大 功能更強 有沒有 東西就是越進化 按鍵越少 然後功能越多 就像現在的手機一樣 不過顯示在時間 跟 目的地的時間面板 採用的跟阿法世界的時光機是同一種 黑底紅字的造型 也許是達魯的個人喜好吧 哎呦 手機給你 為什麼 我照他說的 把手機拿出來給他 不知道為什麼 他把手機丟到 丟到外面去 為什麼把手機丟到外面去 丟 喂 喂 為什麼 不要 衝到 不能帶手機 哦對了 因為我們要去的是7月28日 有當時的我的存在 如果把這隻手機